各位觀眾朋友 都說國際要繼續收聽啟教國際 這禮拜新聞幕後 突然大家在關心的超限版本的休息 今天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強 在台灣局國際社會部位主席 董思琦 董主席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還有聚焦國際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主持人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關心朝鮮半島的局勢 首先我們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來談談這兩天 在國內或者在國際媒體上很熱門的薩德系統 我想先替我們的觀眾簡單的名詞介紹一下 就是什麼是薩德 其實我們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它就是我們英文的THAAD 分別是五個英文字母 我們可以看到它就代表是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所以取第一個字THAAD就是中文的薩德系統 那它是一個飛彈的防衛系統 並不是一個攻擊的系統 然後這兩天我們看到 為什麼薩德系統它竟然是協助韓國 來防衛朝鮮這些飛彈可能帶來的威脅 但是好像反應比較大的 不是北韓 卻是中國 那我們可以看到韓國這兩天的報紙 也在關注這個事情 像是3月8號我們看到韓國各大報的頭條 在畫面上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有四個報紙 從朝鮮日報 東亞日報 中央日報 到韓國日報全部都關心同一件事情 包括說這個裝備已經到了韓國了 這個韓美破釜成州 或者是說部署薩德這件事情成了定局 然後最後我們看到韓國日報也特別提出了 美中的博弈變得白熱化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先請主任幫我們介紹一下 既然它是一個防衛系統 又是針對這個朝鮮 針對北韓 為什麼跳腳的反而是中國 好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說 對於不只是中國 甚至是俄羅斯 也開始對於這個薩德 在南韓這邊布建的事情 產生了一些反應 那這樣的反應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就誠如剛剛主持人所介紹說的 薩德系統它明明只是一個防禦的系統 但是這樣的防禦的系統 竟然能夠讓中國如此的緊張 一定有它背後的理由 那中國的反駁的理由是說 這是一個防禦性的武器之外 另外它並沒有辦法解決 北韓的核武問題 因為這樣的防禦的事情 你在這邊建設之後 其實並不能摧毀 也不能抑制北韓去生產核武器 或是做這個導彈的試射 那所以最重要 如果你目標是想要解決 所謂的核武問題的話 就不應該放薩德系統 因為薩德系統 對此是無效的 這是表面上的說法 但是更深層的說法 就是說薩德系統 一旦在這邊布建下來之後 事實上它會變成 將來日後它會變成 美國美軍的MD 就是美軍的飛彈防禦系統 之中的一部分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等於是在這個韓半島上面 你就放了一個監視器 而且這個監視器 是直接連到中國最大的對手 美國這邊 那美國可以一舉一動 看到中國的這個動態 那或許有觀眾就會問 那你這樣子看到中國的動態 那俄羅斯難道沒有這樣的系統嗎 日本沒有這樣的系統嗎 就地緣政治來講的話 這些周邊的國家 基本上因為俄羅斯是個大國 而且它本來也就是 有這樣軍事的武力 那日本呢 是一個隔著海的一個國家 所以對於中國來講 這樣子心理上的威脅沒有那麼大 但是在這個韓半島 連接著這個陸地 就可以直接跟中國 連接著這樣的地區 如果有一個這樣子導彈的這個 防禦的系統在這邊的話 對於中國有一種盲刺在背的感覺 也就是在上述的這個背景之下 中國非常強烈的反對 薩德系統的建制 這次有幾個主角 我們講到中國 我們講到韓國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北韓朝鮮 以往我們對於朝鮮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會覺得說他們兩個 好像關係特別的密切 比方說我們還記憶有一些毛澤東講過 他們是存亡齒涵的這個兄弟之邦 可是自從兩國 尤其是近期這個各自有新的領導人 金正恩上來了 然後習近平上來了 似乎原本這樣子這麼密切的關係 也出現了變化 我們從幾個真相來看 比方說中國其實他以往對於 我們講這次的金正恩的案子好了 或是之前這個他的故障 就是金正恩的故障的這個暗殺事件 中國其實對於這兩個動作都表達了某種程度的不滿 那最新的發展當然就是在兩個禮拜之前 中國宣布說他禁止在進口這個北韓的煤礦 那當然他講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是符印這個去年底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 可是以往他不是這樣的 他是Veto他是最早會跳出來反對的 所以說是什麼時候開始讓這個中朝的關係產生變化的 是單純因為新領導人的關係嗎 還是從哪個時間點開始我們可以看出 其實中朝已經不弱以往 好的那我們如果是從時間序列來看的話 朝中之間的關係的演變 那其中一個最大的變數就是 北韓開始用核子武器的這個研發 以及這個導彈的試射作為他們一個主要的外交的手段 那我們一般過去就把它稱為這個所謂的懸崖戰爭 懸崖戰略戰術 就是說我們已經把它逼到戰爭邊緣 那你就必須要給我一些這個北韓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東西 那北韓以此來換取各方的這個讓步以及援助 包括這個物資包括人道的救援 但是這些資金以及這些物資到後來到北韓境內之後 我們發現他變成北韓用來繼續研發核武的一個資源 那這個狀況之下呢 持續這樣狀況之下 世界各國其實已經開始疲憊了 加上過去由中國來促進來主導的這六方會談 並沒有一個很好的結果狀況之下 我們發現世界各國開始從歐巴馬政府為首 就開始對於北韓採取一種戰略性的忽略忽視 就是不管他做什麼 但是在這狀況之下 我們發現北韓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斷地再去進行核武的試驗 然後以及他的導彈的試射 特別是在他的這個第三代的這個世襲三代的金正恩上臺之後 這個狀況更加的凸顯 那我們從進來包括CSIS還有在各國各個這個這個相關的單位的整理 我們都可以發現這個金正恩上臺之後 他所試射的這個飛彈數目以及次數 以及他試爆的次數是超過他父親跟他祖父的總和 從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已經成為一個北韓一個重要的手段 那反過來看 那中國對於這個北韓的這個控制能力是不是下降了呢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看到說金正恩被暗殺 那我們之前都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金正恩是長期受到中國的保護 所以有這樣的暗殺的事情發生 那就只有兩種可能 可能之一就是說中國放棄了金正恩的保護 可能之二就是金正恩對於政權非常非常的有一種恐懼感 他怕被被被被取代 所以他必須要及早先下手 但不管是哪一點我們都可以看到一點就是朝中關係 的變的確是發生了變化 那特別是中國對於北韓的這個控制呢 基本上他還是有控制能力 是講控制這一點我們剛好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了這個有一個本週封命的單元 我們介紹了這個這一週幾個主要的期刊 其中一個Newsweek新聞週刊 今天剛出刊的新聞週刊封面寫的就是 Killer Instinct殺手的本能殺手本性 他講說金正恩是不是out of control 老師你也覺得金正恩失去控制嗎 尤其是失去中國的控制 我應該這樣說 我認為說這個對於金正恩政權來講 以及對他個人來講是一個到目前為止 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理性的 而且是在理性的狀況之下 所做出來對他而言最有利的選擇 但是對於中國而言這樣的狀況 不是中國所希望的 那你說是不是超過了中國的控制 那就要看說中國願不願意把所有 對於北韓可以掌握的這些資源和方式 手段全部拿出來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禁媒 這件事情被媒體拿出來講 很大的原因是說 這讓北韓少了十億左右 十億美金左右的這個外匯 但是少了這十億美金左右的外匯 會不會讓北韓馬上就滅亡呢 我們看好像也沒有 因為他馬上又試射了四枚飛彈 那所以這中間就其實已經目前我們 因為對於這個北韓和中國的資訊 其實沒有那麼透明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狀況是說 各方現在是把手上所有的牌 全部都掏出來 慢慢的一張一張一張的掏出來 告訴你說我有這個我有這個 那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那可想而知的說就是說 接下來就必須會有人出來做個協調者 然後出來做一個仲裁者 或者說出來做一個這個組合 大家一起坐下來談的這個角色 那從現在來看 中國一方面是一手緊 那另外一方面他又一手鬆 他又讓這個北韓的這個副外相 李吉成可以來到中國去做訪問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感覺出來 現在過去的這一段的時間裡面 中國對於北韓的這個控制 外界有所質疑的同時 那事實上他還是有一些計畫在裡面 謝謝主恩的分析後 我們除了看中國韓國跟朝鮮 那另外一個事件的主角 是接下來我要請教 當然就是美國 那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 時間點是大概在去年中的時候 可是我們發現就是 像3月8號我們看到媒體頭條出來的時候 看到那個照片 東西都已經運到韓國了 才驚覺怎麼好像特別的急迫 究竟是誰在急 是美國在急 急什麼嗎 那另外一件事情 跟待會我們可能會討論到有關 這個急迫跟韓國政局 可能產生的變化也沒有關係 就是10點在早上10點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韓國的普警會的 這個談合案的宣判 我不知道老師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的 那我們再看這個薩德建制 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不能單純是從 所謂的美國利益來看 因為畢竟在這個太平洋 這美軍在太平洋戰區 有太平洋司令 然後在這個這個韓半島上面 有這個韓美的這個軍事司令官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軍事的利益跟國家利益 其實不見得是會相同的 就軍事的利益來講的話 當然在韓國部件薩德是最有利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之後韓美之間 甚至是美日韓之間 形成一個比較緊密的連結 那這樣甚至有人會認為說 是不是變成一個新北約的狀況 那這是第一點 那另外一點是說 他跟國家利益 也就是軍事上的利益跟真的國家利益之間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那美國在去年非常的急迫 跟美軍跟這個韓國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也不是非常急迫 已經談了很久 那只是之前韓國因為內部的這個群眾的壓力 以及這一個一些反對勢力 所以沒有讓他通過 還有另外一點是考慮到中國 那可是在這個歐巴馬政府主政的時候 通過這件事情 我們本來看到媒體上報導說 川普總統可能會因而反對 對 對 可是他有這個保護費說 他說你們這些亞洲的國家 還需要我們的話 你架馬另談 對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可想而知的是說 真的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川普總統認為的美國利益在裡面 而這美國利益 我們從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中國會對此有所反彈 而在這個中國 在這個狀況之間 美中之間就可以 因為這件事情 有一些可以共同來談的事情 那所以說薩德的這個部件 那當然也是在這個某種角度上面 也是美國要壓迫中國的一個步驟 而新任的這個美國總統 川普在這狀況之下看起來 他好像可能會接受他的這個安全顧問 或者說其他的這個盟視的一個建議之下 也開始覺得那他也可以使用這個東西 來跟中國來做一些談判 或者說做一些交手 那這個東西先打進去之後 事實上在東北亞的局勢 就勢必 這個原本的這個軍事的狀況 勢必有所分裂 那到最後很有可能會變成 朝中俄跟美日韓的這個兩方的一個 對抗的局面出現 OK 新聞說完成東東的時間 主任無言力分析 年來美國的香港普遍三大 他不就安多年輕 那三號來 對東北亞的局勢 也就來得變化 尤其普遍的事情 又來得有任用 先聊一下 我們下次見 好的 那韓國當然是我們現在想好了 一般人在想說韓中之間 那韓國有實力得罪中國嗎 好的 那韓國當然是我們現在想好了 一般人在想說韓中之間 就是中國這麼大 韓國怕不怕得罪他 那當然韓國對於中國 是有所畏懼的 那畏懼的東西 當然是包括 因為他是很大的國家 又在鄰國 而且他也是跟北韓非常的一樣 那兩千年的時候 他們甚至為了這個大蒜的進口到韓國 來發生了一個大蒜戰爭 在那一次的這個事件之中 韓方估計說他們損失了大概五億美金 所以這件事情對於韓國的內部來講的話 是一直被拿出來討論一個話題 但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說 韓方對於這一次薩德的部件 他並沒有像過去這麼樣的害怕中國 或者是說他展現出一個比較強硬的姿態 那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韓國在過去這幾年之中 跟韓中之間的修交越來越好的同時 他還做一些事情 包括簽訂FTA 包括跟這個中國做了一些 至少在法律上面 他已經做好了一些經貿的談判和協定 所以對於這一點上面的話 他對於直接上的這種衝突 他比較不擔心 特別是在貿易報復上面呢 雖然也是可以預想到有些報復的行為 但事實上他們認為這個東西是會有限制的 那特別重要一點是說 安全這個議題 則不是那種經濟能夠來計算的 所以國家安全擺在於最前提之下 薩德的建立 對於韓國的民眾來講 是得到了一個還不錯的支持度 進半的支持度 對 我這邊有個數據 我不知道主任怎麼看待 這是來自遼寧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梁啟東 他說的 假設這個韓國知疫藥知疫藥幹 那他的推估是 中韓的經濟這樣硬著陸 他有一個概估的數字是一千億美金 哇比這個大蒜戰爭的五億美金 就遠超乎他很多了 那也就是說中韓的經貿關係 難不成接下來要倒退回十年前嗎 有可能這麼嚴重嗎 那當然如果說就數據上來推估 很有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兩邊不管經貿 然後只看著政治或者是軍事外交這方面來看 但是這樣的硬衝突 這樣硬著陸這樣的直接的衝突 事實上損傷的不是一方 那一看也知道是雙方 當然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現在韓國對於中國的這個貿易的依存度 事實上比台灣還稍微高一點 我們大概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 韓國現在是到百分之二十六 可是韓國在依賴中國同時 事實上反方面 中國也在某些部分上面是強烈的依賴韓國 那特別是在一些比較手機零組件 或者是說一些製造 那很多的製造生產都是在中國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很多的韓商在中國 他所做的投資 事實上僱用的員工 那當然還是本地人 那他所製造的這些產品 當然還是在這個本地所製造的 所以有人進到樂天超市 想要去抵制網路上的笑話 你要去抵制這個韓方的東西 一進去看全部的職員 全部是中國人 然後一進去看所有東西都Made in China 那怎麼辦呢 你要如何抵制呢 只好多買一些 只要用多買一些來作為抵制嗎 所以說對於這樣子的硬著陸 或者說直接的衝突 我個人認為 對於目前的中國 特別是以穩權 作為最核心這個藥物的中國來說 是比較不會這樣子蠻幹 現在南韓的反制手段還有哪一些 包括他們提出要像WTO提出 仲裁這條路行得通嗎 或者是有其他方式 韓國也能夠做出反制的 好的那如果說 可是在我們這樣看說 是不是要做反制或是做反擊 那這其實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外交 或是國際關係上面 我們多常會分析大國跟小國 那大國跟小國之間的舉動是不一樣的 也應該不一樣 那對於大國來講 他可以任意的去做一些跟經貿 或是外交或者是軍事上面的一些行動 舉例來講 中國現在就在做一件事情 預計五月要召開的一帶一路的這個論壇 那就故意不邀請韓國 那韓國明明是亞投行的一個非常大的投資國 但是我就是不理你 中國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對於韓國來講 韓國作為一個區域間的 他雖然不是很小的國家 但他有一個天生的悲劇 就附近都是大人 就是巨人 所以說對於這個區域型的中小國家 中強國家 我們這樣講中等強國 Middle Power 他沒有辦法直接用很直接的去反制 或者是說制裁 所謂的制裁反報復的行為 這是對他本身不利 但他可以訴諸一件事情 其實就跟臺灣一樣 那事實上受到中國的打壓的這個經驗 臺灣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說 我們要不斷地去陳述 並且表達出自己的合理性 合法性 所以說我想說在WTO上面 或者是說在這個貿易談判桌上面 不斷地立成自己的主張和立場 並且堅守過去曾經所簽訂的任何的協議 或是協約 會是韓國接下來所採取的一個最主要的方式 剛好老師講到這個大國小國 我們就把這個關注的焦點放在這個大國中國身上 所以中國這次的反應讓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他並沒有太 他管不住小老弟 管不住北韓 他沒有譴責他 那他也不敢言辭地批評美國 硬要部署 那他也對日本也沒多說什麼 雖然日本說 考慮我們這邊也來弄一個薩德 他就針對這個韓國 而且是韓國的民間企業 針對樂天 那這樣的舉措難道不會覺得說 其實習近平的表現太軟弱了嗎 因為接下來十九大不到半年就要登場 這個習近平一直被 就是上次一直被人家覺得說 要補充蓋子 就是不夠硬 所以難道這件事情 習近平沒有思考過 他可以有更強硬的舉措 或者是這個薩德系統 現在你看我們看那個韓國媒體講 這是莫以成州已經確定了 他對於中國政權內部 會不會帶來一些衝擊 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上面 那跟過去的手法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特別是之前跟這個日本有所謂的這個領土主權衝突 在釣魚台的衝突 東海上面發生衝突之後 他所做的方式也是針對的這個內部發起的 對日商以及日貨的抵制 那這時間過了去之後 我們發現好像這樣抵制也沒有太大的效果 很多人就在想說 那中國他到底現在為什麼會不願意採取比較強力的 強硬的態度 那這背後也跟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 跟他的權力的 跟十九大有非常大的關係 很重要的關係 也跟穩權這件事情很大的關係 那現在中國任何的變動變亂 對於中國來說都是不利的 特別很多的專家都指出來 在十九大 在最近兩會結束之後 在今年年底下半年的這個十九大 真的結束之後 他的權力真的鞏固了 或者是說他已經真的可以主導 完全的去按照他的事情去心思意念 去主導所有的外交上面 或是軍事上面的事情的時候 他才可能會出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中國的這個官方姿態 雖然他口上講得很強硬 但是他實際行動上面 卻表現出來好像沒有那樣的強硬 但是我們又看到他的另外一手的作風 也就是說他慢慢的要給北韓一些壓力 那事實上這後面所展現出來是 他仍舊會希望在這過程之中 掌握一個主導權 即便北韓的這個核子 事報以及這個飛彈的試射這個狀況 是持續在進行之中 但他仍舊會希望到最後 是由他來做一個比較好的收場 並且來控制這個周邊的局勢 那最後一個跟薩德有關的問題 我想要瞭解 因為我們也聽到日本表態說 他們也希望說 也考慮是不是在日本這個境內部署薩德 那這兩天在國會我們也聽到 有委員在講說 那我們台灣呢 那國防部長的態度很堅定說 我們絕對就是不同意 我不曉得這件事情 操控權是在各自被設置的國家嗎 比方在日本在韓國在台灣身上嗎 如果美國硬說要 美國說要日本能拒絕嗎 台灣能拒絕嗎 好的那薩德系統呢 畢竟他還是一個這個應該怎麼說 我們一開始薩德系統 不是先建置在南韓境內 這事實上在這個北韓 過去北韓的核武危機 還飛彈試射之後 特別是大普通二號這個飛彈試射之後 日本早在於韓國之前 就希望適用這個系統 所以日本事實上他已經有在適用過這個系統的經驗 而且他也有配置這樣的系統的意願 但是事實上但是畢竟這個日本跟這個韓國跟台灣之間有一些很大的差異 那其中最重要的差異就是日本跟韓國都是美國的同盟國 但是台灣是美國的友好國家 我們只有TRA 我們是只有TRA的友好國家 那我們沒有辦法當成是同盟國 也就是說他不會真的為了我們的生存而來保衛我們 那也就是說那薩德的建制就會變成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如果說建制這個東西是代表著說 美國願意刺死保衛台灣的安全 那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建制這個系統是OK的 但如果說我們建制這個系統之後 反而落入中國的一個口石 而以此來作為美中之間的交鋒的一個籌碼 或是說作為一個交戰的時候一個牌 那台灣淪落於此 那對於我們而言不是特別好的狀況 所以對於台灣的立場來講 我們並沒有這個必要性說 我們一定要配置這個系統 加上在台灣的這個狀況 那其實我們的熊山飛彈 以及我們很多這個飛彈 其實已經足夠做於這個區域性的這個防禦 那所以對於台灣來講 建制薩德 事實上不只對台灣 對很多國家來講 建制這個系統只是一種表態 並且最重要一點是 他最後一定會跟美國的防衛系統結合在一起 是OK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今天早上收到最新結果就是 六票贊成彈劾通過 然後韓國總統即日起下台 這件事情對韓國政局老師您怎麼分析 好的那首先 如果我們從現在的狀況來看 那我們可以預想到說 接下來韓國的政局 會變得非常非常混亂和緊張 那第一點就是說 在六十天之內 他必須要改選 那改選的時候 大家各政黨非常 就是要趕快緊急的 各政要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然後必須要在很短時間內 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同時的是 他也埋下了一個非常 讓我們會擔憂的伏筆 那就是說 以後是不是說 任何的民意低落的總統 他只要有人提出了一些示證 然後就可以以此來作為 這個所謂的彈劾的手段 會不會在彈劾就變成一個 常規性的一個政治的手段和工具 那特別是我們現在看到了一些 憲法裁判所的判決 事實上如果說 我們假設一個狀況 現在的這個結果 我們當初列出來這些示證 在日後的這個持續的刑事的訴訟 或是民事的訴訟 攻防之中 最後結果是發現罪證不足 或者說發現這個示證是不足 然後判決無罪 那這次的彈劾案的通過 又代表什麼意義 這樣就代表是說 那難道是說 我們用民意就可以來決定 現在這個之後的所有的 這一個總統的去留嗎 所以對於韓國來講 他還遺留下了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那另外一點是說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那我們也據聞 這個現在執政黨 他希望能夠讓現在的代總統 代總統職權的這個 國務總理黃教安 來代表他們來選舉 但如果黃教安要選舉的話 那他必須要在一個月之前 要辭去總統代總統的職位 投入選舉 也就是說 韓國至少會有一個月的時間 沒有總統沒有總理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這個政局會不會更加的混亂 那北韓一定會在這個時候 做一些事情 那東北亞政局會變得更加的緊張 老師就目前的盤勢來看 除了代總統之外 聲勢最高的會是誰 因為潘基文已經說不選了嘛 是文在寅比較有可能出現嗎 是那我們現在看到有幾位可能的候選人 第一名當然是主持人提到文在寅 他上次跟這個普京會總統選舉之後 他始終維持著他一定的這樣一貫的一個姿態 而且一貫的主張 所以說他現在的聲勢算是最高 但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整合出單一的候選人 所以在諸多的這個候選人之中 就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民調 只要得到前五名得到百分之十以上支持的 全部都是進步派或者是無政黨的 第三名是黃教安 那第一名是所謂的文在寅 然後第二名的話 是中青南道的這個知識 安息政 那第四名的話是那個李在明是李在明市長 然後第五名是安哲秀 但是從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接下來呢韓國的新任總統 如果是文在寅的話 因為他過去一貫的主張都是不變 那如果說薩德系統這個事情 他的支持者是反對的 那如果說結果他當選之後 他要如何來面對這件事情 又變成一個韓國內部會非常去重要 要必須要去關注的焦點 他是六十天之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